铁板上饼皮煎到教商酥脆 再加入玉米粒 还有热狗鸡块 这些都是大家早餐必备美食 不过对店家来说 这几年原物料成本上升 店租人力成本都是开销 接着还有店价恐怕要再补兆 对我们店家来讲 其实成本来讲 其实是有增加的 一个月下来都会成长 大概一两千块左右 我们去申请两段式店价 实际的结果 是每个月大概就会少一两千块 另外的部分 公司也会辅导我们新开店的部分 就是像装LED灯 电价费率审议会 决一步调整电价 不过随着内需市场回温 包含上是餐厅 电影院 百货 健身房等等 将取消动涨 也就是要补涨15% 再加上通膨的压力之下 对业者来说成本都是不断上升 节省电费开销 就要从节电开始 坏LED灯具还有冷气的温度调控 毕竟在通膨的压力下 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目前我们比较没有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进行 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说 会因应 譬如说换菜单 推出新品 那这个部分呢 就来因应这个部分 像我们总部呢 我们也会协助到我们的店家 去做比较多的一些因应的部分 譬如说像我们就会去推这种 针对节能跟减碳的这个部分 在五类型动涨恢复原本店价后 预估全年的店费收入可以增加16亿元 但光是今年的上半年就已经亏损了1300亿 即使增加店价收益 整年的亏损控制在2000亿以内 但到年底累计两年来的亏损 仍然高达4600多亿元 尽管国际能源价格有稍稍回稳 减缓亏损幅度 台电也指出全球电力公司和政府 在能源价格上涨都有寄出政府增资 或是电价调整等等措施 台电除了获得1500亿元增资 跟500亿元电费补贴之外 明年政府也已经编列1000亿元增资 不过台电亏损也不是一两天 以发电成本看 台电每度电的支出高于用户收取的价格 等于每发一度电就是在亏钱 那我们每发一度电的成本 大概是3块接近4块左右 可是我们卖给大家的平均成 平均电价大概在3块 所以你可以想到是卖一度电就大概要亏一块钱 那也因为在整个台电的发电的成本结构里面 特别是燃料 燃料的成本大概占了七成 所以大体上目前的亏损 都是因为我们目前国际燃料价格的上升 原本的动涨业别恢复店价之后 就怕影响到消费者的荷包 在缺电才损的双液体发酵下 用电大户恐怕难逃下一波调涨名单 只是对台湾的消费物价而言 因为电占整个台湾消费比重 还没有那么多 就是大概只占了千分之12到13而已 比如说电价涨10% 大概对消费物价直接影响 大概是0.12%到0.13% 所以如果涨电价对消费物价影响的幅度是有限 那现在虽然百货 还有相关的电影院他们先落后故障 但是这个在整个消费结构来说还是偏低 所以对于物价的影响 我们可以预期还是比较小的 未来如果经济成长复苏跟转好了 这些原本减半调整的 还没有完全涨足的 会优先释放出来 像有些制造业像房子 他可能没有 先前他还在维持衰退的情况 那可能有些故障的可能性 另外还有像农林林母业 他有一些在高耐用户的部分 好像也没有做完整的调涨 专家分析 短期内中端消费市场价格 还不会有大幅度波动 但长期来看 如果能源政策没有完整配套 电费调涨的骨牌效应 恐怕将是必然趋势 TVBS新闻谢谢刑行 刘军台北桃园采访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